千億基建北部都會區包含多方面的發展 鄰近的區域當然受惠 亦都帶動房屋和經濟發展 所以新鴻基地產率先在屯門發展歷年來 最大型的私人住宅項目Lovoland 複製元朗YOHO的發展模式 細將屯門西北打造成為重點生活核心 令這一區無論從生活配套、交通基建 甚至出入境到內地都做到一步到位 首先看看北都是什麼 北都是香港未來20年的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區 由廣深創科園、幾個現有和全新的發展區組成 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配合國際金融中心實行的南金融、北創科的雙重心發展報告 聯同香港國際機場和廣珠澳大橋 這個黃金三角將會是連繫大灣區的橋頭堡 如果從投資角度上看 北都的西北地區本身具有先天優勢 可以經廣深西部公路直達深圳前海、南山和保安等經濟重心 令這一帶有潛力發展成為新界北核心商務區 吸引有意開拓深圳和大灣區市場的優秀企業進駐 以及周邊地區 例如屯門可以產生協同效應 屯門 為處香港與珠三角和深圳中央 連接多個過境口岸 更連絡成的屯赤隧道直達香港國際機場 如果日後落實,港車不上 更可以開車經港珠澳大橋入境珠海 實現港珠澳三地互通 翻查資料顯示 過去十年,完善的交通基建 已經令屯門的樓價翻升近兩倍了 面對區內還有六項基建在籌備和發展階段 未來潛力無可限量 今次新地旗下最新的項目 Lofoland 輪近屯馬線小康站 位於屯門站和天水圍站的中間 項目合共六期 提供4585貨 戶型由開放式至四房間隔 是區內最大型的供應 另外,還有超過4.9萬平方尺的商場 右月屯門版優號 生活配套一應俱全 項目也擁有強大的交通優勢 將會新增六條巴士線連接全港 坐擁屯馬線雙站的優勢 距離小康站大約2分55秒車程 連接北部都會區、九龍半島和新界東等地 配合未來的港深西部鐵路發展 和兆康站一站之隔的全新洪水橋站 約10分鐘左右便直達深圳前海 另外,港鐵屯門南延線和北橫線 亦會完善城市規劃 面對如此龐大的發展潛力 有發展商和投資者財團 積極買入屯門工廈進行改裝和重建 包括新地已經部署 將屯門站旁邊的九巴車廠一帶 興建三棟商下 商業樓面與IFC 而其相約 銳意將屯門工業區一帶 轉型成為商業中心 令屯門與兆康的發展相得抑張 最後,從國家的十四五規劃 規探到未來屯門的發展報告 提到推進深港河套等下一步 粵港澳產業升級計劃 如果屯門成功把握經濟走廊正中心的優勢 必定發展成為香港其中一個 重大的商業樓樓 以滿足日後機場 和航天城Sky City商業發展的項目 北部都會區 甚至明日待遇發展的經濟需求 三棟商場 再次檢查到看 師傑 東三棟商場 東三棟商場 最西門商場 イ Dollar